在郭溫神族和古龍大戰之中 郭溫大獲全盛 火之盛勢也有此展開 而郭溫旗下的屠龍好手也是功不可沒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莫過於郭溫王的四騎士 他們分別由四種不同的動物 象徵著他們的特質 獅子的勇猛毛鼻 勇斯坦 狼的堅強意志 鷹的銳利之眼 過複 和黃蜂的眼花遼亂 而當中 狼騎士阿爾特流斯更加成為四騎士最有名的一位 據說傳聞他有堅強意志 能夠漫步深淵而不受影響 最後更加將深淵一望打盡 到底這位後世人所歌頌的偉大英雄 他背後的故事又是怎樣的呢 今集遊戲人遊戲士 就和大家完整地呈現這個 漫步深淵阿爾特流斯的故事 在遠古的時代裏面有一個極其繁榮的魔法王國 這個王國叫做烏拉直路 王國的花園受陽光所照耀 到處都是長著美麗的花草樹木 而正因為這樣 烏拉直路王國更加有圓丁去管理這片圓林 我們在那時候把這個地方叫做王家庭園 由這片庭園我們會看到那片寧靜和平 而這件事亦都和烏拉直路的魔法一樣 他們所創造出的魔法都不具攻擊性 和龍學院的魔法師不一樣 烏拉直路的魔法是為了保護自己 和方便生活所創造出來的 但是這片繁榮一時的和平角度 最終都抵擋不到深淵的侵蝕 有一天深淵大蛇卡斯看中了這個角度 因為這個角度的深處埋藏著一位深淵之主 以名深淵之主極有可能就是最初獲得火之力量的人類 卡斯的目的就是要引有人類墮入深淵 他用盡各種方法誘騙著烏拉直路的人民 去劃開這個角度深處的祖墳 那是烏拉直路長久以來所隱藏的秘密 而當這個秘密劃開的時候 這個秘密也會帶同他的黑暗吞噬這個地方 而這個秘密就是深淵之主馬魯士 伴隨著他的覺醒 烏拉直路開始一步一步地被深淵入侵 而烏拉直路的公主幽暗也不知所中 這個消息傳至郭溫大王的耳中 郭溫也深知到深淵的可怕 他知道深淵一旦蔓延至整個烏拉直路庭園 局勢定必一法不可收拾 這個時候他就派出了四騎士當中 擁有最強意志的狼騎士 出發至魔法國道烏拉直路討伐深淵 並且救出幽暗公主 為了任務能夠順利完成 國恩更加給予狼騎士阿諾爾隆德的遠古道具 銀行鏈 這個魔法道具能夠有效地令深淵之暗退備 但是單以這個銀行鏈並不足夠對抗深淵 狼騎士就算擁有堅強意志 在進入深淵之前都做出了萬全的準備 在裝備上除了銀行鏈之外 阿爾特羅斯準備的大盾也都擁有能夠抵抗深淵庇佑的效果 然而單靠這些裝備並不能夠在深淵漫步 為了能夠有效地抵抗深淵 他和深淵的魔物定立了契約 因此獲得了深淵漫步的能力 而這個契約也都將他的劍助奏 令他的劍能夠傷及亡靈 手持大盾 揮霧大劍戴上他的銀行鏈 準備萬全的他和他一生的智友 灰狼欺庫 一起踏上深淵遠征的腦 為的就是救出幽暗公主 以及擊敗馬老師 在後世人的口中我們得知 狼騎士阿爾特羅斯是個大英雄 他成功地阻止了深淵 而事實又到底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阿爾特羅斯這次的遠征其實並沒有成功 在一場遠征之中 強於阿爾特羅斯最終都敵不過深淵 他在一場戰役之中 失去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他在進入烏拉直路深淵的動月之前 在烏拉直路的市鎮那裡 他失去了能夠保護他的銀行鏈 縱使是因為他明白到今次的戰役不容有失 就算失去了強大的魔法道具 他亦都決意繼續深入敵陣 就是本住這份固存大局著想的中心 他和希夫走入烏拉直路的地下監牢 那個就是深淵之主馬路斯被挖掘出來的地方 那個地方已經是七黑一片的黑暗了 而一片黑暗之地 隨處可見的都是高濃度人性的聚合物 而在附近的子民全部都變成了馬路斯的手下 狼騎士和希夫一直走到這個監牢的深處 他終於遇見了他 深淵之主馬路斯 那一位的確是一位人類 但就有著無與倫比的力量的個體 他是人 但就不像人形 他是人性的聚合 巨大空悍的怪物 在這場戰役裡 阿爾特羅斯很快就陷入了負戰 他和希夫打到片體淪傷 為了保護同伴 狼騎士舉起他的盾誓死反抗 在深淵之主馬路斯的追擊之下 阿爾特羅斯的左手被打至殘廢 希夫亦都傷到動彈不得 在這個充滿惡意的深淵再久留下去 最終一定會成為這裡的一份子 他在這一刻作出個決定 就是為了守護他的自由 他展開了他的結界大盾 用大盾保護著希夫 不受人性的干擾 阿爾特羅斯失去了能夠保護他的盾 明明出口更在此赤 在這一刻就變得無比遙遠 深淵不斷入侵著龍騎士的體內 就算是這樣 他都一直拖著他的身軀 一直殺到烏拉直路的競技場尋求協助 他不是想救自己 他只是想有人能夠在黑暗之地當中 將希夫救出來 但這一刻他已經不再保持到理智了 被深淵入侵的他 見到我們的時候 已經完完全全地發狂 在這一刻的他 已經沒辦法分辨出 誰是敵人 誰是朋友 他只能夠把眼前所見的事物 盡數斬絕 真正討伐深淵的人 是一個默默無名 由換家所扮演 來自未來的無名不死人 而這個秘密 就只有不死人 和寧妙看守者伊莉莎白知道 時光流逝 深淵之主的討伐消息被傳開起來 同時帶著騎士阿爾特劉斯的劍和盾 灰狼希夫在被深淵吞沒的烏拉直路回來了 看到足以稱為騎士阿爾特劉斯的拍檔 一直共同行動的希夫 人們堅信著四日打敗深淵的那位英雄 一定是曾經討伐無數級雲鬼 名符其實的王子騎士阿爾特劉斯 由此騎士阿爾特劉斯被後世稱為 萬步深淵的阿爾特劉斯 事實上雖然阿爾特劉斯手獵深淵的傳說 不是真的 但那個為了朋友而犧牲自我 為了任務而誓死奮鬥的狼之意志 被冠上英雄之名 又有何不可呢 這位英雄縱使不敵深淵 但他的榮耀就一直長存 縱使馬路斯被擊退 由於深淵的侵食早已造成傷害 時移世逆 星斗轉移 昔日的王家花園也變得一片死寂 變成了往後的黑森林平原 為了歌頌英雄阿爾特劉斯 黑森林立有這位騎士的墓碑 地方雖然在轉變 但曾經拯救過你的那位自由 就不會因為時間而你為亡 灰狼希夫就在那天開始 終身守護著這個墓碑 而曾經見證著他們兩個英勇奮 亦都是為數不多 朋友之一的白貓阿美娜 亦都跟他的追隨者們 誓死守護著這片森林 不讓那幫盜墓者打擾那個墓碑內的安寧 而你知道了這個故事之後 你還會不會忍心去打擾這個墓碑 我必須是那個人 救了阿特劉斯 他的老朋友 謝謝你 他把這個世界都留在榮上 你 他好可賣 一定會 physicist 那個人 寧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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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 寧願 寧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